所谓的这个条件查询啊 很简单 加上where后面写条件就行 那有哪些条件呢 你Python里边的if 有哪些条件 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有哪些 if 1等于1 是吧 1大于2 1小于2 1不等于2 然后谁 is 谁 谁 not 谁 都可以有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条件查询里边有分为 大于号小于号 and all not 等等有很多 即什么比较运算符位啊 逻辑运算符位啊 还有这个什么模糊查询 都在这个地方有 那么加上他们先说 对基本上比较运算符位的查询 那么比较运算符位里边有 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啊 同学们这个你还认识吗 这个是不是不等于啊 Python里边能用这个吗 能用 但是呢你得分清楚Python的版本啊 好了 结果例子 iPython3 就现在吧 iPython2 iPython2 我先打iPython2 iPython2 if1 不等于2 print 可以用 iPython2 print 是不是也可以用 那么Python2里边这个东西 就表示不等于啊 不等于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大一个 就相当一对 那么我退出来 要是在ipassion3里边 if这个1不等于不等于 2print 走 大家看 是不是一个非法的语句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种不等号 在很多很多种语言里边都不用 C里边C++里边 我所知道的 PCP里边 有的时候 我应该是记得没错 好像能用 很多语言里边 这种东西基本都不用 因为什么呢 它不够通用 因为比方说 随着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你知道的语言 将来变成语言就越多 所以说你一定是用什么呢 用通用的那种 C里边能用 C++里边有能用 PCP里边能用 Python里边能用 是不是都有能用的 是不是你一定会记那个了吧 而不是记那个比较独特的那个 因此呢 这个在ipassion3里边 最终呢 经过大量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建议 把这个都抹掉了 对吧 你竟然有不等号 一个碳号 一个等号 就表示不等于了 为什么还有这个呢 因此呢 这个就python3里边就废弃了 所以说python3变成什么了 不等于是这么写 就是1不等于2 是这么写 听懂吗 看得清楚 所以说这个地方 在python2里边 你要明白了 不是说没有 python2里边有 python3里边没了 那么在咱这个sicle语句里边 依然还有这种东西 因为sicle很久就有了 所以说它就没有废弃 但是呢 你咱直接写这个就行 好了咱们来一个 查询大于18岁的信息 请问 咱们应该怎么想 select 它说了查询姓名 还是查询什么了吗 没说 没说这么多的 那就先啊 from students 接下来写条件对吧 where什么的 age大于18 哎 就是这样的 翻译号就可以了 那么小于18 这个应该是不是也没问题吧 select some from students students啊 然后whereage小于18 是不是这么写啊 那么如果是大于小于 小于等于不等于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换成 咱们原来所说的那些东西啊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去这个原则 等号呢 它不是价等号 你可别忘了啊 你可别上来就写上俩等号 Python里边不是俩吗 这个地方俩不对 这个地方怎么能了 一个等号 听进去就是我历史了吗 除了这个和咱们拍子里面不太一样了 其他都很相似 这个就它 同学们 咱们简单是一个 试一下它 小于18岁的 我简单是一个 这个很简单啊 没问题 数据出来了 同学们 我还要给大家表达另外一个意思 我这个地方写的新花 大家看 我这个地方理论上讲 应该写什么 应该写字段的名字 你说是个道理吧 但是我没写字段 幸好就表示所有字段 那么我想要给你表达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 真的就写上字段的话 就个例子 你写上内容 你写上ID 写上ID 你写上内容 你写上真的 那么将来查出来是什么呢 ID字段 Name字段 真的性别字段 就续号 性名字 这个还有性别 我这个地方写上A字 也是可以的 既我想给你表达的 你在这个地方写上A字 我这个地方可以用 你这个地方不写A字 我依然可以用 听懂了吧 只要你这个地方写的东西 是那个表里边 真正的存在的字段 就可以了 能类为啥 不见得我非得这个地方写什么 我将来这个地方用什么 我不写 只要是表里边的字段 我依然可以用 好了 我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且就要理解 要体会出来 好了 那这就是最基本的查询 那么既然这个能用 那么肯定同学 逻辑云三人符的这个查询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 逻辑云三人符有什么呢 和咱们快听几乎是一样的 与或缺乏 与怎么知道呢 and 并且的意思 对吧 那么或 或者 或者的意思 not 不是理 来 咱们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来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十八到二十之间的所有的信息 这个地方怎么多 十八到二十八 select 新 from student 然后 where age 咱们刚 这个大鱼 十八咱刚刚 是不是已经进过了 他说是十八到二十八之间 怎么着呢 and 就像了 那么and 谁能同吗 能不能按着小鱼 这个呢 这种情况下是不行的 你要怎么写呢 要写上A字 小鱼二十八 也就是说 同学们 我要给大家表达意思 去听 按着这个东西 它相当于把你左边的这个整体 并且 或者是右边整体 并且 而不是说 你把A字放到了这 你把条件 给他按的 听懂了吗 他不允许只放条件 而是说的是 你将来判断哪个分段的这个条件 都得写全 这还是我要跟你说的 and and 左边是一个具体的 右边是一个具体的 不允许出现 左边是一个具体的 而右边只来了一部分数据 那不对 咱们先试一下正确了 18到28之间呢 刘亦菲 25 没有25了 将近30了 是吧 差不多啊 你们连刘亦菲都不知道是谁 是吧 知道吗 来同学 我给大家试一个啊 注意看 这个地方啊 我给大家试看 我把这个A字给它抹掉了 我把这个A字抹掉了 那么你家里看看 这种时候实际上是不对 是不是直接挂了 他说了 语法错误在这个地方有问题 大家没发现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不对的 这个啊 切记 失败 所以听到我想跟你表达了核心意思 and的左边和and的右边 将来写判断 与具的这个条件 必须写全 谁大一 谁小一 谁怎么 谁的写全 而不能写一部分 听懂了吧 否则就挂 这就是and 那么请问同学们 既然and能会用了 是不是也可以用了吧 来看看条件 这个 他说这个啊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联系 但把这个联系刷完 他就说 18岁以上的女性了 怎么多 select 行 from students 然后你猜 where 猜猜猜 18 A字大约 18 and gender 真的等于女 可以吧 这是一种 还可以怎么想 把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换成2啊 来 咱们先试第一种 走 对吧 咱们再去试第二种 把这个呢 换成2 走你 大家看 是不是依然能查得出来 所以说 这种是可以的 那么 你爱的能用 也就能用 来 18以上 或者身高超过1米8的 货 怎么 select 新花 from students where single 就年龄18 A字大约 18 oh single heater 怎么 超过1米8 是不是超过180 来 包含 包含 怎么 大约 等于 来 ok 咱们试一下 你看 18以上的 都是18以上 这有一个 有一个小于18的 是不是有一个吧 你看他的身高 是不是符合其中的一种啊 怎么了 不是吗 不是我这个时候语句对吧 对啊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景香 怎么了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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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八 姚明他孩子很小 不就长得一名八 他还有说吗 这是假如啊 是吧 还有一点 咱们要声明 这里边的所有的名字 都是咱们班里边的同学的名字 并不是和某个明星相同 只是那么巧而已 是吧 那么巧而已 好了 这是咱们要胜明的一点 然后咱们会了 那么 不在18以上的女性 这个范围 不在18以上的女性 你要看清楚了 先把这个不再抹掉 请问 18以上的女性 怎么够完 咱们刚刚是不是 已经通过这个 哥们是不是已经搞定了吧 那么他说了 是不在你 那怎么的 不在 就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请问怎么断了 懂吗 你会这么断 你看啊 note 加note 哪加note呢 请问 是不是一个条件的判断啊 不要在他中间加note 而是在他前面加三个note 前面加note 来的吗 咱们试试 可时 会是什么 都 不在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请问咱们查出来的结果 对吗 来 咱们先看看啊 18以上的女性 有谁 有这个 有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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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前面加上个note 好像 是不是有点反应了吧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这个 加上一个括号 那这又是什么呢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是不是有这么多 而我刚刚没写破号的时候 我查出来的 是不是仅仅有这几个呀 其实 你加上note 同样 切记 你在谁的条件 前面加note 实际上是仅仅否定的 这一个条件 而对于后面的这个条件 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听懂了吗 那我想对于后面的这个条件 也起作用 怎么知道呢 其实就是咱们 这个 学的 优先级 听懂了吧 优先级 同样切记 所有语言里边的优先级 有可能将来的时候 都有各自的特点 都不太一样 但大体上是一样的 那么你是背呢 还是背呢 还是背呢 我从来不背 我告诉你 我从08年就学队员 到现在 我从来不背 你要是考我 优先级 我就直接说 你的脑子不够灵活 你考这个玩意里有个屁用 我一直这么说 我绝对的 实际开发的时候 只要是遇到优先级 那有人说 东哥 我是不是要查表 1.1没有 怎么做 好好 以这种 不变 应万变 我告诉你 不管什么语言 不管什么语言 你只要加括号 百分之百的先干什么 听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优先级的问题 而不是背 你怎么能背得过呢 CC++++ Ruby Python 是吧 然后到内场 CSUP这种东西 这是多少种语言 你什么时候背过 怎么可能了 所以说加括号 能令我意思了吧 意思了 不在18以上的 这个女性范围之内的 到底是这两个的哪个 是下面这个 这个是一个条件 人家说的是 不在 你没发现 我这个地方加了个空壳 这一个范围 那么 你要是说 不在18以上 并且是女性的 那么这种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 是不是这种情况了吧 所以说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下面这个 是下面这个 你看 这个地方就来了 年龄 不是小于 等于18的 并且是女性 这个不是小于等于18吗 不是 前面是不是加个not 所以说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 相当于18 你没发现 是不是相当于 我加上一个话 请问可读性 是不是增强了吗 我把它 先当做一个整体来 我接下来再去 并且上它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解了 因此 解决优先级的问题 直接用括号 就来解了 不要背 我再次强调 不要背 绝对背不过 用多了 你也背不过 但是用多了 你就知道谁先执行 但是有的时候 你就忘了 所以说加括号 绝对能解决 绝对能解决 好 那么到现在 咱们基本上 学了什么东西 其实到现在 还好 是不是不难 主要学了 select select 查询的时候 后面咱们可以放 比较运算符 大于小于 等于不等于 对吧 咱们又学了 罗军算符 什么 按着 什么not 是不是刚刚 咱们学的这个东西 这是对基本的 这些东西 就学了 那么关于这个 查询 还有一些东西 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把这两个 咱们一起说完 一个叫做模糊查询 一个叫做范围查询 什么叫模糊呢 我只记得 我原来有个 有本书 是吧 其中有一个 叫做TCP 其他都没有 我想查询查询 能不能行 那么这种时候 你要是记不住的话 你就用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 但是同学们切记得 模糊查询的 效率有点低 它不如大于 小于 等于这个效率高 因为它要 来匹配 好了 模糊查询 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 like 第二种 arelike 那么这两种简单的区别是什么了 like 后面 写上的东西 是用百分号来替换多个 用一个下方线来替换一个 如果是arelike 也就是说你后边的东西 不再用百分号 也不用下方线 而是用正的表达式 好了 like 像吧 可能吧 对吧 试一下 查询姓名当中 以小开图名的 最后是以小开图了 select 新 from 等于这吧 select name from stunit where 什么呢 name 如果等于 小的话 将来能查识什么来 必须 怎么的 你这个名字 必须是等于小的 咱们试一下 必须等于小的 怎么可能 有必须等于小的 是吧 什么有小名 有小月月但是没有小的呀 那怎么办呢 我只记得个小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人家又说了 是必须以小开头的 那么这个时候请问 第一个必须是不是小啊 那么后面的是什么呢 不确定哦 不确定就写百分号 一个百分号可以等价于一个 多个 甚至是没有都可以 来 实现一下 对吗 sorry啊 把这个给了什么 like 对 like 那么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数据 是不是出来了吧 那么一人说 如果你想要用蘑菇插进行通话 基本上来讲 就用like就行了 但是话说回来啊 这个like一般用的不是特别多 一般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的性能比较低 因为它要匹配 所有的每个字的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是否是包含这个东西啊 它要匹配 所以说效率要低一点点 低一点点 那么 这是一小开头的通话 我问一个问题 只要包含小了 那怎么做 我问一个问题吧 只要包含小的 参询姓名当中 有小的所有的名字 那怎么断了 select name select name 然后from students students啊 然后where name like 怎么想 百分号 百分号 小 请问 这意味着啥呢 小的前面可以有什么东西都可以 小的后面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了 来 咱们再试一下啊 大家看 是不是都有这种结果 是不是还能出来 那么既然 这些都是一小开头的 我用它依然也能够查的 请问 这个百分号 是不是可以认为 可以有一个 也可以没有 是不是也可以有多个了吧 都能体验出来了 二百分号 那我接下来又说另外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呢 是下团线 下团线能够替换成一个最低 必须有一个 必须有一个 查询有两个名字的 两个字的名字 怎么写呢 select name from students where name like 然后呢 下团线下团线 下团线下团线 来 这是两个 都 两个 三个怎么做 三个 是不是这么多了吧 来 我问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想要做一个东西 要注意听 这个 我再给大家 再扩展一个 两个名字以上的 所有的名字 注意听清楚 是两个字以上的 所有的名字 两个以上 至少两个 这两个是什么团线 至少两个 比方说账三 两个 王二两个 王二麻的 就好几个了吧 那么请问怎么做 下团线 再说一遍 不是杠 来 查询 就是很多人都读杠 也要给过来 查询 查询 至少 至少有两个字的名字 怎么做 select name from students 来 where 这是必须的 name like 一个两个 下团线了吧 后面还有可能还有 十几个下团线 一个两个 三个五六六六七个八个九 这个 写上一个百个号 一个两个下团线 百个号 请问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至少两个 因为你必须得满足这个了吧 因为后面是可有可无 所以说来怎么办 这个 就是它了 是不是至少有两个 那是不是全出来了吧 那么比方说 你在把四个字的 比方说 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个学生的名字 就四个字 什么叫做 流长远远 这辈子我都记得住 流长远远 然后每一次我高 高中的时候 说每个月要考 就有可能你没省 不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是山东 山东的特点人多 几多木桥 几的比较狠 每个月要考试 每个月 你有可能去了那个班 他又去了那个班 他又去了那个班 全学校打开 整个年级全打开 然后随机考 然后你有可能 这个半期都不确定 然后呢 每一次考完之后 全校不是要 这个点名谁考的好吗 前十名里边 每次对我这个哥们 流长远远 流长远远 我说流长远远是什么呀 最后原来是个学生 原来是四个字的 四个字 至于为什么呢 不知道 至于今天干什么呢 也不知道 反正上高中的时候 说学的超级棒 他们说到了这 咱们话又说回来 高中的时候 前十名的 今天一定还是 在你前面吗 不见得了 你要把握成一个原则 你只要努力不放弃 你只要每天都比 昨天要进步 那么将来 你生活的一定越来越好 你上高中的时候 没有赶操的那拨人 将来一定能够赶操 因为高中 是什么呢 就学会了怎么背 上课怎么听得起完了 只不过你那个时候 比较年轻 是吧 还比较贪玩 没有那个心的而已 这个时候 有可能你去操他了 不见得 我们班高中的时候 前十名 我原来说过 一个在阿里 一个在华为 一个在北京 剩下我所知道还不错的 就在三个 前十名都干什么呢 在老家里面 县城里面 开小半部 然后在某个工厂里面去干活 当小班长 你懂我意思了吗 技术一个原则 你不管怎么着 反正我就是那个特点 我不管我上的是普普通的大学 还是上的什么 永烈大学 我从来没放弃过 你只要坚持就行 你要努力 好了 这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名字 刚刚也说了一下 like 就怎么用 那么Rlike怎么用呢 正德表达式 正德表达式 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 今天不是考你正德表达式 要是考的话 今天我回去考零数也有 你说不是吗 差不多 我给你表达一种的 不是在说你忘了 是说要回去复习 懂了吧 你这个时候回去看五分钟就会了 但是你三个月之后 你再回去看 你快二十分钟 你还不会 就是这个道理 回去看的越频繁越多 你将来花的时间越少 select name 他说了是一周开头的 select name from student 然后where 然后name arelike 这里边写什么了呢 不要再写什么百分号 不要再写下方线了 写正德 正德表达式 一周开始 咱们有的 怎么想 周 点心 上一条 向上的剑头 是不是以什么什么什么开头 以什么什么结尾 是不是用那个道路 用那个叫道路 是不是用他 别忘了 以周开头的 周 周杰和周杰伦 请问 都是以周开头了吧 以周开头 以伦结尾的 这么多 以周开头 是刚刚写完了吧 轮结尾的 写上轮 然后呢 到了课 中间需不需要写点心 你要是不写点心意味着什么 就百分之百是周轮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点心 写上 粘贴 你中间是什么都行 但是你必须是以周开头 轮结尾 这个道理了 这么 这种的表达是切尽 今天的时候要花两分钟回去看看 听懂了吗 回去看看 点 星 还有个什么 这个把它 叹蓝变成肺蓝 什么都在东西 都要去看看 好了 那么咱们到现在位置呢 咱就把这个模糊查询 还有基本的逻辑查询 还有比较运的符 就查询 就说完了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呢 咱们大家体会体会 练一练 开始